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灰条 调清楚 移动 调清楚 移动 调清楚 灰条 调清楚 现在我打乱一下 就把锁随便放 这样放上去 往下调 找了焦距 像这个指甲盖 这个看着发亮的是指甲盖 指甲盖 不是我们看的范围 我们看的范围还在下面 指甲盖的下面 甲壁 并涂了油的部位 这意思我们要往上走 平台往上移动 移动 看到没 这个就有涂油的部位了 有反光 我们继续 找到月牙的交界处 继续 啊 这个就找到了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指甲 那个月牙 那个漏 地层漏 我们继续往下 它是第一排 对 找到了 然后我们再走移动 看一个微信环 调清楚 就OK了 再打乱一下 往下 走 调焦距 调好了 调好了 这个是我们的手指上的漏 我们要看的部位还在上面 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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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刚好 这里有散光的部位 这个就是我们涂油的部位 这个是下面的小血管 我们应该往上 往上 对 把它调清楚 被调 左右移动 可以 我们微信环看的主要是看它的伤态 一个是管盘 就是血管的数量 一个是血管的形状 生意它的疾病 另外一个就是血管里面血液的流速 那高清的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血液里面的血管流速 这个都可以看得到 很清楚在流动 然后再讲一下 我们主要看的是我们涂油的部位 并也是前端的末梢的血管 微循环 所以我们看的部位要是看这里 所以我们找到这里指甲发亮的地位 意味着我们平台往上才能找到这个部位 如果我们看到是这个下面的漏的颜色 橙色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的部位在上面 我们还得往上移动 OK